实在是写有问题的话,云端上面这边有这两段 那产生之后的话,接下来你可以切到原来画面 插入一个什么呢?表单控制下一个按钮,按下去 你可以拖到一个大小 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你刚刚写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点选之后 复制这几个字 按确定,他会怎么样呢?帮你连接过来,然后贴上刚刚那几个字 其实复制的主要用意是,可以少打这几个字 不然你也可以重打 然后你可以按下他,他会输出 按下清除,会帮你清掉,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往后,你如果要 至于要不要产生这个按钮 其实不是一定必要的 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们程式撰写完之后 让他跑完之后就OK啦 至于其他的话 我这边执行完就OK啦,要不要产生按钮 那就不是必要的 OK 而且甚至呢,当然 你如果不希望知道你有写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这样明目张,你老板一看 你有这么多,好厉害喔,对不对 那以后就请你多写一点点,你有可能这样 所以有时候怎么样,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用按钮啦 你可以在旁边怎么样 设计一个插入,其实像美工图案这些都可以 你旁边可以,我今天讲过了,你可以一个笑脸 这个笑脸可不可以执行呢 可以啊,按右键喔 指定聚集 这个 你会发现喔 按一下,那你可以把它躲起来 按一下有没有 出来了 有没有 机关在这边 没有人知道 你下班前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对 这也是个方法啦 资产上可能有一些 潜规则啦 我想这个 就自己知道一下 那这样来的话呢,我如果今天 刚刚输出是公式 可是如果我今天输出的不是公式 而是结果 OK,不过现在是没有 因为我刚刚把它删掉了 我必须要重写 那我要怎么写 基本上 刚刚输出公式呢 实际上是利用什么 利用钱瓜糊 这个功能呢 实际上都是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帮我完成的 可是呢,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在VBA里面 写这些东西 变成说我需要利用VBA里面的函数 才能够做完 那里面有哪一些 第1个 我要找前瓜糊的位置 第2个的话呢 我要找后瓜糊的位置 但是呢,在VBA里面的函数名称 不见得完全都跟Excel 一样 像那个 这个地方叫Find 可是呢 VBA里面 如果寻找字串 是另外一个 叫 INSTR 有一个Instreet的函数 那这个Instreet函数的话呢 用法又跟这个Find有点不太一样 刚好两个参数位置颠倒 OK 另外MID 这边用MID 可是VBA里面 一样用MID 那可是用法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过滤错误的话呢 基本上因为Find函数 回来如果找不到 是 仅Value错误 可是呢,如果Instreet函数的话呢 他如果找不到呢 他会告诉你是零 找到的话呢 就是那个位置 OK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 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把它变成我要的这个刮户杀 的按钮的话 一 一样到开发人员 二 到Visual Basic里面 那做什么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不要重写程式 直接拿上面这一段 先Copy过来 把公式这个 底线公式删掉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公式 这一串呢 也不要 先把它加一个空白 那我要做什么呢 第1个 回圈的范围是一样的 For i 等于 第2列到第10 第2列到第10 这个范围一样 那我需要做什么 找钱瓜屋的位置 所以这里 我增加一个变数叫a 那这个名称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取别的 a 等于什么呢 我从VBA这个物件里面 点 点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打个in st 有没有发现 那其实 如果同学问说 老师那VBA里面所有函数呢 有几个 点下去就是这些啦 a到最下面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这所有的 每一个函数 都搞懂的话 我相信你VBA已经很厉害了 OK 那里面的话会用一个instr 钱瓜糊 那他会问你说呢 你第1个字串 其实刚好跟5顶倒 所以呢 第1个 他会问你说你要去哪边找 所以我第1个字串记得 给他的是去哪边找 找什么呢 去 储存格里面 所以第1个参数 是 储存格告诉他位置 去A栏里面的同一列 比如说A2 帮我找找看 逗点找什么呢 找钱瓜糊 好这样的话呢 再把它后瓜糊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找一下 这个储存格 里面有没有钱瓜糊 有的话告诉我位置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回来是0 那B的话 再来一个 后瓜糊位置 所以后瓜糊位置 我用另外一个 变数 加一个B好了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找 后瓜糊位置 这个是钱瓜糊 找后瓜糊位置 这样的话呢 我就有找一个 前瓜糊位置 找后瓜糊位置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找到的话 是位置 找不到是0 所以呢 接下来我可以做什么 逻辑判断 如果 A假如是不等于0的话 不等于0就是 有找到 瓜糊 如果等于0 表示没找到 OK then 做什么呢 才是 帮我 这样的话 做什么呢 这边记得 加一个N的乙符 习惯上先打那个乙符 然后一定要有个结尾 做中间 这个事情 就是说当有找到的话 才是做 这边一样用VBA里面的那个 点 切割字出来 密的 密的什么呢 钱瓜糊 去切割我需要的 这个资料 就是这个 Sales 一样是到A栏里面去找 Idea的 A栏 做什么呢 逗点 这边打个逗点 第1个是给他的 给他一个字串 这个前面这个字 逗点是从第几个字开始 从 钱瓜糊的位置 加1 那因为我 找钱瓜糊 是由A 有没有 去抓这个位置 OK 逗点第3个 他问你说 Lex 几个字啊 那你怎么样 后瓜糊的位置 减掉 钱瓜糊的位置 再减掉 E 后瓜糊 这样就OK了 好 程式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吧 其实没几个吧 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 那试一下 OK 所以呢 一样 把它执行一下 输出 没问题 OK 那当然 如果你细节 假如看不懂的话 一样 我刚刚讲 F8 一行一行跑 有没有 所以他这个时候 I等于2 那他会抓赵大鹏 有没有找到 所以你会看一下 A里面 基本上 他丢进来应该是0 所以0的话呢 那他会不会 进到这里面 不会 所以会怎么样 跳过了 有没有 因为他等于0嘛 跳过的话 那会怎么样 什么事都没发生 所以保持原来空白 NASER 再来的话呢 A就变成怎么样 NASER就是加1 变3 3有没有找到 有 流云 第几个字呢 A这个时候过来的话 会是 3 有没有 B的话呢 会是9 然后呢 是不是 不等于0啊 OK 这个符号叫不等于 喔 不要 这是固定规则啦 所以有些是固定的 那之前还有同学问说 老师一定要是小于大于吗 可不可以大于小于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 应该是规则 OK 所以呢 他会进到里面 会 会不会切割 会 切到哪里呢 其实把后面东西切割完之后 丢到这个B栏里面的同一列 啊就是B3嘛 丢出去 有没有 第三届冠军的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就不跑了 直接执行 诶 完成 OK 那当然 最好 各位要慢慢习惯就是说 打程式的基本的规则 第一个 请你固定 一定要加什么 TAB 这个缩牌 因为之前有同学都没有加缩牌 全部都 在同一 同一个 階层里面 这样的话有个缺点 我FOR看不到NAS 我SUB看不到ANDSUB 我IF看不到ANDIF 那这样的话 程式 只要少打一个 就会出错 OK 另外的话呢 最好全部写完之后 养成一个好习惯 加上注解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是我把它写完 放在云端 那因为呢 如果 我直接写完之后 没有加注解 你可能会看不懂 所以呢 我最后都习惯 会在 这个每一行的 程式上面 会加1234 应该可以看懂 前面 那所谓的注解 就是前面加个单一号 1234 如果还是不懂的话 可能 自己再增加 像有些同学 很细心 因为我写得非常的简略 那他觉得说好像 老师有些地方你有讲到 可是你没写进去 当然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打那么多 我不可能打个注解打一串吧 所以如果你觉得注解不够详细的话 你可以自己加没有问题 OK 那这个注解是写给谁看的呢 写给你自己看的嘛 你爱怎么写 你写一篇小说也没有人会反对 或者写一些心情也无妨 但是记得 前面一定是单一号开头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 这个可能打成是 还是需要点手感 你说 其实这个已经 对我来说是直觉的语言 可是对各位来说 还是 需要时间 所以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云端上面 有这一段可以参考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另外呢 我云端上面 那个什么 IN3函数前面没有加VBA点 那个可加可不加 OK 加的好处是你打VBA点 后面会有提示 但是你不打你习惯打自己打出来 因为没几个字也OK 打一个VBA点好处是 会自动给你提示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这一段时间 我会让你打开 我会让你打开 我会让你打开